首尼長好 各位好 你好 現在有最新的一個消息過來 4月8號 中國大陸已經決定解除武漢跟湖北省 所有離開武漢跟離開湖北的通道管制管控 已經解除 表示中國大陸的抗議已經成功 而且完成了 那現在我首先要請教你一個問題 我們留在湖北的台商及他的見識 如果在這樣的狀況 能自行大會去回台灣嗎 哎 委員你實在很厲害 都在通的 他都知道 如果這些人 這些人我們都歡迎因為我們的同胞 但是我們都有助記 所以一定要包記 這不是保護他的健康 也保護整台危機的人的安全 那回來 集中檢疫 這也保護2,300萬人的安全 現在我是一個問題 既然武漢跟湖北解釋還要包機 還是可以自行坐著飛機回來台灣 後面那半段一定要堅持去做 我現在只要問這個問題 我現在只要問這個問題 包機 我一定要包機 好 各位記者你們聽到了 再來 指揮官很早就選擇了 好 那個沈部長 請經濟部沈部長 後面的日本的就不用包機 現在解釋了 湖北武漢都要包機 好 我覺得這個研討一下 好不好 人家感慨的話 絕對有他的道理 今天我請到部長 你起來 委員你好 你好 你這個口罩國家隊 員工一戰成名 你在委員會執行豚田政策 這員工是很成功的 讓我們台灣的佩協有信心 有感 這是值得肯定和讚揚的 但是所議長 跟沈部長 這員工看起來 理事 做實事 解藍事的 我們的行政所長在 你們兩個把努力 還是會去高僧 反正你生的做什麼 董前夫 總統會沒有辦法 生到大的肝 部長你會不會生 還是在原地 為台灣人民 繼續的服務 讓我們台灣的佩協 有一種安全感 一定 你會看完 我們的部長做得比較好 我很感謝 你要把生還是要老的原地 你有看到 一個財政傳到謝金賀賢詩 剛剛寫了一大片 他告訴我 比照耀東 部長做得比較好 我看他做得比較好 開始很接地氣 而且腳踏實體 來 我就覺得你們做口罩 大家都幫你們學樂 幫你們睡覺 我去推展社區的口罩 他們一直在幫我修理 我今天就要這個機會 來跟議長 部長所有的關聯 你們在這裡都要給我聽好 讓新聞出來 包括電視台 包括完全都聽好 我現在最簡單說 這兩條 這兩條 一條 是成問題多少的問題 就是建杜奈米雲 同泰不支付 這殺進99.5 抗議可以減500倍以下 他如果要求原話 我當初在推動的時候 你知道嗎 我給大連知識就啟動 有人跟我說說 你留意口罩拿不到 你做什麼留意 我聽到很難過 所以我才採取一種應變的措施 就是說 循環式 循環抽取式口罩 當醫療口罩欠缺時 我覺得就是這樣 我待會兒給你們看 這是 當初口罩沒有的時候 我推了社區 做這個布的口罩袋 我又改這個 耐民的布 把它放到裡面 所以在這裡 我給大家修理得很累 我是一個 先求有 再求好 總比沒有好 這樣這樣不得了 所以我還不知道 市民居家那些網軍是怎麼行 現在我又推動第一步 就是重複性使用執母口罩 這就是口罩有 但是不值的時候應變的措施 就是這行 我頭一行叫這個 這個放在裡面 你不用每天晚上 你只布了口罩 要寫寫寫的 我怎麼推動這個 改動了 我是要再加強防疫的宣討 跟這個觀念 我都請社區發展協會 來做 如果社區感染的時候 這是一個尖兵的部隊 我不知道我不對 你要給我評論一下嗎 你說話要寫字 你說話好他們就幫你修理 我告訴你 不會啦 委員 別在意 其實 就是因為你是國會議員 說話 人家有幫你注重 你也不拍他 這不是行政團隊幫你修理喔 你分路清楚 你說 就可以不可以 就像我剛才我 也就一直被我們批評 我們就在這個危險性 人家如果說 我們多少監督自己 如果好的 對我們的意見 我告訴你 在台灣的社會盤 我合作有資 那只吃一口水 說這有做事的人 我今天來請這個 新聞記者 這個網情接的確實報導 你以為我這篇文章裡面 我裡面的服務主 我嚇到待會鄉親說 你這樣做中 所以跟我說一句話 獅子永遠不會回頭天狗佩 道不同不相模樣 往真的來跟我說一句話 就是說 一路向前走 別未果回頭 就算被果咬 你不會咬口 這樣來給我鼓勵和獎勵 但是 這如果有人給我發一個文章題 我聽他一定聽 全國安從說 社會大亂之前 必有三種前兆 無論何事 今黑白不分 第一 善良的人 越來越謙虛科技 無用的人 越來越猖狂腐毀 第三 問題到了嚴重的程度化 凡事卻被合理化 一切今被默認 不痛不癢 莫名其妙的吸引一番 曾國藩死了二十年 大清朝 終於 揮揮揮揮揮 最佳的事情 我今天 我們正式 要給我挑戰的 不是說我不會聽別人的建議 越想越輕 第一 那不知天高 天高地高 腦腸眼睛 好好看這個文章 我明年會鋪出來 我從頭到尾 推動的經過 沒有做事 說有 自己去找的 說有做事 還有南部 那什麼館長 幹來幹去 我比他會幹 叫我多讀學問 我覺得他 市值水養不夠 還要給我批評 那個英雷家 說我是什麼 廢戶執行 我說你是六歲人講話 那孤名 釣魚 你滑蟲其中 要把你們拿經費 要圍下去幹 再來 我跟電視台說 您不可以跟我說 惡意重傷 偏偏斷端章起義來修飾我 這幾篇文章看過 是我心中的感知 我本來要跟你賞看 做實事決然事 各位媒體新聞盡量的報導 再來 這樣我會贏 這不是你回答 給你方便 那個委員 曾國藩也講過 我時間就有限 唯正之道 無他 耐煩而已 我曉得 耐煩就好了 你趕快 好啦 好啦 我聽你老大聲 你我跟神經的醫長 跟他補充 我站在這裡 我不敢跟你亂說話 我們做得對 人家給我們學 我們做得 說得不對 人家給我們指教 這樣這也是一種進步 不用受期 再來 這可能跟醫長你解釋 我是一個建議 剛剛我已經說 大陸疫情大概會解釋 但是會嚴格的管控 我第二個主題 就是政治外交與經濟的口罩風波 在這裡 大陸疫情發生的 日本是一句話很有名 三川異議 風月同天 你知道嗎 日本跟大陸是四首 韓國跟武漢加油 堅證醫療用品 你也了解 韓國跟大陸如果在歷史上 就是不好的關係在 全世界一百六十多個國家 三十多個國際指示 到大陸表示 非為你支持 但是我們在台灣 1月24日宣布禁止 口罩出口一個月 以確保台灣有持過的口罩供應 但是經過穿著護衛 大陸認為台灣禁止口罩出口 是針對大陸發佈的經驗 有故意挑釁 是看衰中國抗議的能力 現在第二個問題 又發生 兩岸的包機不剩 台灣說 我才能去 就是撤僑 大家說 我送台灣同胞回到家鄉 台灣說 我是防疫優先 弱勢優先 維言者 大家說 台灣百般指導 我們這個台胞返鄉 到現在開始爭論不休 互相責責 而且他們的中央辦 也對這個事情提出了很多 所以在疫情消失 復原工作完成前 兩岸必有爭執 會去定是非 第三點 現在他們提出台灣使用武漢肺炎的名稱 有歧視、烏昧、抹黑的現象 等於 女士台灣將把病毒與法人發上等號 也實際 台灣的兩岸航班縮減 減少兩岸任何機會 幾乎要斷絕 現在大家在說 無論大陸的反台 還是台灣的反中 對抗對兩岸的關係 都是負面的發展 當兩岸都喪失 釋放三億的切金 而無法有效開啟對話 反而前面斷絕溝通 結果相當的危險 讓兩岸失去一次 改善惡性侵犯的機會 三月十九 AIT的理事主席莫劍推到 兩岸的軍事衝突 風險高 台灣要全面的備戰 買軍備提升防疫的能力 我的結論是這樣 我們台灣國造委 千金買屋 萬金買出兵 現在台灣是 一個戰爭與和平的選擇 交流在 我跟台灣 你站兩邊 不要做美中爭霸 我們也起始 三億要謹慎 謹慎的維持 這樣好不好 好 你說了解有力 我沒有力 我現在是很誠意的 我愛說 給我們出兵 我們如果了解前行 我很欣賞你這個務實的做法 好好的注意 現在他已經準備 復元的工作大陸 我對我們這樣想法 我相信國安的單位 會給你最好的一個資訊在 千金買屋 萬金買出兵 是我們台灣 教我們幾十年的國位 我們有什麼異常 只要大家和平 不要有戰爭就可以 再來 這個 哈利桑克 我現在EKWA 我們十年的檢討期將會 聽說大陸會終止 我們這個EKWA 我不知道對台灣好還是不好 但是我們的陸委會陳志偉 他說如果EKWA 配面中止對我 國的影響 就要 並向大陸喊話 不樂見因政治 因是配面中止 但是 那時候才是說的 我們跟台灣 41% 台灣對中國 台陸跟香港的勝差 是八百幾億美金到九百億 你這個地方 現在要審慎面對 我相信將來的 風暴會大 第二個 你現在要做美台的三邊自由貿易協定 這個FTA 要快去進行 到底我們會行還是不行 這個要很重要 美國不跟我們簽 我們不比美國更好 美國經常在說 我們台灣是民主自由 法治人權的亞洲典範 是亞運 我們共同最佳的聯名 我們是五眼之音 我們有共同價值典範 你現在執政黨 你的民進黨 連到美國FTA 你就簽下了 真的要檢討 但是我給你記住 每年 當時國民黨時代 民進黨佔了止息臺五天四月 抗爭了三個月 你們也好好深思解決 好 好 謝謝 這個時間已經到了 請書面答覆陳超明委員 好